为了提供民众更适合的乘车时间 乌来台车从今年1月1号起调整营运时间 由原来的上午8点调整为9点 另外新竹林区管理处提醒 为了防疫请民众搭乘台车时全程佩戴口罩 民众来到乌来除了官铺泡汤之外 不能错过的当然还有台车 乌来台车在日治时期为了运送木材而兴建 在民国52年转型为观光油气使用 回到全长约1.5公里 行驶于乌来老街到乌来瀑布之间 具有林业文化历史价值 更是乌来地区相当重要的观光资源之一 为了提供民众更优质的服务 以及更好的乘车时间安排 从今年1月1号起调整营运时间 由原来的上午8点调整为9点 此外1月到6月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 7月及8月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6点 新竹林区管理处邀请民众 搭乘乌来台车慢旅行 游游乌来老街及体验温泉之旅 另外为了配合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也请民众搭乌来台车时 务必要全程佩戴口罩 一起守护国人的健康 居住身边这门西乌来台车博报道 1个月 孟牧